Hello大家好,我是小胖,欢迎收看本期的基础玩家 那我们前两天更新了一个动态 就说这个金300小胖自己买的 然后就于是想不到的就是特别多的朋友在后台留言 说赶紧催更金300 是怎么了,你们都要买金300吗 还是如何,为什么要催更这个音响 我们基本上是把厂家送册的那些东西先评完再评它 但是我想时间太久了,太多朋友说催更这个了 那我听了三天给大家一个感受吧 金100金300都是小胖自己买的 业界,如果是业界这行的朋友应该知道厂家如果是送音箱给我 不会送到这个级别,将近7万块钱的音箱 是不会送的 跟大家说一说这个金300首先是我的一个柜里的一个粉丝想买 因为我们特别喜欢金100 这个金100是小胖自己买的 测完以后我就自己跟厂家拿了一个白色的金100 特别喜欢这个声音 于是粉丝想买一个金300 我就叫他送车过来后面我想了想算了我自己也买一个这个特别好听 我自己也不知道啊我就请你摆好听那金300应该是如果不翻车的话更上一层楼对吧 所以我就跟厂家说算了你寄两队过来吧我粉丝一对我一对就买了就这样 他说为什么他帮你买这么多这个猛牌为什么买这么多音箱 问到这个问题的朋友就首先他就不是一个发烧鬼的状态 哎 发烧鬼有不会嫌音箱多是这样 我主要是怎么想的给大家聊一聊 我底下有一个150个平方的一个呃一个一个一个环境是我自己自己买的啊我自己买的 有一个50个平方呢我拿来做影音室影音室这边了4429你不是这么多音箱吗你买这么多音箱干嘛影音室4429还有这个结石的凯旋 4429做主音箱凯旋做这个中置然后还有一个100平方的听这个听呢本来我想用金100来听的但是后面觉得金100如果似乎100个平方的听肯定是不够的 你肯定得加炮否则那个低音就太少了对吧我就我本来一直都想再买一个落地拿来做这个厅里面的这个听歌用 所以我就买了大概就这么一个情况好吧然后来聊聊听感 我刚把这个300拿回来我我我听了以后稍微都带我这听啊得翻车 刚开始啊我是觉得一种翻车的感觉为什么 就是我如果听这个陈慧贤的这些歌啊比如说我们特别喜欢拿飘雪啊还有这个红茶馆啊这些歌来来试 金100呢就有一种那种那个人生镀了一层金一样的感觉 特别好听哎我说那毕竟嘛书架还是相对偏薄其他不薄 人生一点都不薄我想落地应该能量感更强我来听人生反而没有那么突兀了他他他他他不像金100往前冲他有点往后缩的感觉的我想翻车了完了这什么玩意啊啊然后听低音低音下潜呢也没有4429那么深4429确实在那个最低平点他毕竟是12寸的单元嘛毕竟是12寸打开吧打开大家看看可能舒服点吧 好了看一下啊4429毕竟是12寸的单元这个是俩8寸理论上来说俩8寸是不能跟12寸去相提并论的啊但是我就老在想他的优势在哪了因为我花这么多钱买这玩意还多了一个中英单元反而人生没有那么好听 后面我就听了一下一些比如说陈魏贤的那些比较比较比较大动态的那种弦乐比较多的比较空灵的歌好这个时候亮点就来了就是这对音箱啊反映出来的每一个层次和细节特别是层次和宽容度要好太多了好太多了金100立马翻车 本身我就以为金100是非常非常好听确实他也很好听啊如果你听一些人声小调或者是听一些啊这些民谣的话我觉得金100更好听所以这俩音箱呢还不能说谁最牛不一样如果你听一些陈魏贤比如红茶馆这种类型的歌一定是金100那个人声更精致特别精致 他由于低频没有那么的那么的强悍所以就造成呢他是这种人声感哎呀推到你的耳朵前面去听特别就是我稍有说的就感觉你是抱着女朋友在唱歌的感觉知道吗抱着女朋友在唱歌的感觉啊然后金300呢就是现场感就是大家所谓的现场感就是他离你是有一定的距离 他们那个人声没那么嗲嗲的没有那么嗲当然这俩香呢其实味是一个味高中低频的调试人声仍然很精彩只是说跟金100去比那些小调的人声金100来的更纯粹一些金300你就听那种相对比较大动态一些的歌 呃成为贤的那种啊你可以听比如说比如说我们风中有朵雨坐的云啊这种类型的歌就是比较比较宽泛那种歌啊那种歌的时候金300那种那种那种许如云的那种没有星星的夜里我用泪光洗你那种类型的歌泪海啊独角戏啊好每一个乐器的纵深就来了金100就是越唱越吃力越唱越吃力 就是感觉许如云在喊了到最后乐器多了进来了很简单金100和300就是一个盒子金100的盒子就小金300的盒子就大音箱嘛你放一两个乐器进去的时候都不觉得挤但是你放很多乐器进来的时候金300就会显得宽了金100就显得窄了就是到后面越到后面的人声就越被挤的变细变细 乐器进来越多就越变细300就哇他就突然间就从容起来了啊刚才说的跟4429的比较4429的最低频部分是非常好的我现在目前这么多印象我没有听到任何一个印象说这个最低频部分能够跟4429去抗衡的但是4429的极低频部分啊算不错但是中比如说60到100赫兹这个时候他跟 他只能说比金100强一些金100强一些它不是那么的厚实而且由于4429是那种扁的它不是很长吧扁的箱子箱体容积相对也不是特别大当然它4429的12层单元补足了这些东西补足了一些但是你永远听这个纵深感的时候纵深感还是不如这个300对所以为什么发烧印象呢 两种情况就是选择其实挺困难的这种300这种印象它越厚厚然后长条越薄它的杖板就越小嘛对不对你听的纵深感就会越好纵深感就越好 当然你的房间呢要够纵深你的箱子要够摆出来你不能贴墙那就完蛋啊就是说为什么很多你看那大佬大佬发烧的印象它离墙横的两三米的距离就是后面墙两三米的距离就是后面形成一个乐队哎就有纵深了但是4429呢你摆的再出来它没有那么的纵深 它毕竟它毕竟是扁的薄的啊所以429又宽它的杖板比较大总体而言纵深感表现就不是那么好但是从容度非常好就是踢上去不费劲很低音出来的那种从容感是这种6.5寸8寸是没法比的 就看你怎么选你要不要纵深极低频部分300是不如4429的但是低频部分的这种从容和这种整体的你听上去这种乐器和人声的这种完整度自然度今300更厉害啊这个就是今天跟大家聊的一个初步听的感觉感谢大家收看这期的技术玩家哔哩哔哩新浪微博和西瓜视频都可以给小伙伴留言小伙伴回复大家优酷腾讯抖音 YouTube都可以搜索技术玩家下期再见拜拜